欢迎继续收看美都新闻的直播现场 出生于印尼棉兰的Nelson 在25岁时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30岁前就获得电子学和纳米电子学的教授资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年轻的教授 也是我们印尼华人的骄傲的成功历程 当我们问起这名居住在美国的教授 Nelson丹苏未来会不会回国发展 他就会这样的回答 Nelson认为目前我国对人才重视不够 经过多分考虑 出生于印尼棉兰的Nelson 最终选择在国外为印尼争光 Nelson目前在美国历一大学任教授 他是美国最年轻的一名教授之一 他在25岁那年就获得博士学位 在30岁前获得电子学和纳米电子学的教授资格 他已经写出200多份国际科学技术报告 他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他本性谦逊 对教育界抱有其大的热忱 让不少学生受到启发 他认为印尼学生的水平 并不强于其他国家 他呼吁所有的年轻人 要不断地学习 以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要太多信心 那些人很强 但是足够信心 相信我们这些国家 都没有强调 Nelson今日的成就并非靠运气获得的 而是以不一个脚印 刻苦耐劳的成果 对Nelson来说 父母是他人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美图新闻综合报道